台湾来关心凌晨时分 在新庄的华城路 有一台白色轿车突然高速的冲撞 路旁的烧烤店 结果一个巨大声响下醒了所有的住户 当时车里头有一对男女受困车子里头 而警销合力救出两个人 还好两个人只受到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但据说又是酒驾惹的祸 男子颈部被带上固定器 因为车体严重凹陷 身体完全动台不得 卡在车内副驾驶坐上 但人还有异许 警销跟时间赛跑出动电锯救人 警民警销合力 好不容易将男子还出来送上单架 送一急救后没有生命危险 他没有刹车 我不听到我都是蹦一声 然后弹出来弹到那种摩托把的声音 开车好像是女的 开车开车是女的 然后车里面有酒位 刚才是先救女的出来 烧烤店装潢木板被撞的面目全非 散落一地 凌晨两点一对男女开车经过 新北区新装划成路 由女子开车 但疑似酒后驾车 天色昏暗加上车速快 竟然完全没减速 直接冲撞路旁烧烤店 白色轿车180度旋转 车体变形 车内男女一度受困 幸好烤烤店已经没有营业 没有造成更大伤亡 不过造势驾驶 也得连带负起赔偿责任 中文字幕许志明 新北区报导